持续关注总统专机的CNN国安少校张恒佳 还有吴宗宪走私的9800条焉 检方一口气起诉了13人 昨天下午传话张恒佳跟吴宗宪出庭审理 他们否认犯罪 强调自己没有逃税的犯罪主体 指控涉及逃税 而且应该补税的是华航 而委任御师还批检方试用的法条错误 来关心政治焦点 今天蓝绿的重兵是集结在台南 因为民党的立委林俊宪的竞选总部成立 总统蔡英文还有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都来辅选 也是蔡赖在初选之后难得同框 至于国民党立委参选红秀朱竞选总部也在今天成立 总统参选韩国瑜国民党主席吴敦应 前行每场朱立伦都会到场 蔡涵另类的在台南拼场 而其实国民党总统参选韩国瑜 昨天也采进了民进党执政县市桃园进行了晚会 晚会上韩国瑜痛批民进党治国无方 派气分赃 故意支持者明年下架民进党 至于对于人日来说 大选争取青年票非常重要 昨天总统蔡英文青年进总就成立了 以三顶的特资帐篷当作交流场所 希望增加跟年轻人对话 而蔡总统跟年轻人面对面谈心的时候 特别向年轻人喊话一定要去投票 强调年轻人在这次选战是关键 11月开始了 不过好多人听到这消息都提不起劲 因为今年的国定假日已经全放完了 推播时间交给易景 没有错 其实上一次放国定假日还记得是什么时候 是在10月的国庆日 那么现在剩下11月跟12月了 这个2019年就要过完了 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还蛮难过的 因为今年的国定假日已经全部都放完了 那么现在来讲 11月跟12月到底还有哪些假我们可以放 就只剩下周休假期了 但是又有人整理出来 11月跟12月到底还有几天假可以放 包含你可以看到 11月的话是还有9天的假期 那么12月的话也刚好是还有9天 但是这样加一加等于是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只能放18天假 这18天假其实是61天里面 我们只能休18天了 很多人都觉得有点难过 那么什么时候才就有新的国定假日来 也就是要等到2020年的1月 因为到时候这个春假算是提前来报到了 所以今年的春节是可以放7天左右 那么很多人就说这真的是结束 已经没有假期的噩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比较开心的了 因为2020到底有哪些国定假期可以来放呢 好我们也通通整理出来给你参考了 看到就觉得蛮开心的 包含了你可以看到我从春节过后的7天 再来就是228纪念日了 总共有3天可以放 但是要注意了 这个也是弹性的放假 也等于是说是需要补班的 那么再来也就是4月的儿童节以及清明节的假期总共有3天 好5月的劳动节也是有3天的连续假期的 接下来就是端午节了 端午节的部分也是有4天 那么这个也刚好是有受到这个弹性放假的影响 那么中秋节的话4天也是弹性放假 接下来就是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 有国庆日同样有3天的假期 那么很多人说今年的年底虽然已经没有假了 原本放假算是一个小缺心 不过没关系 要来看看平常大家来对发票 其实也算是一种小缺性 那么现在像是财政部就说到了 要来增设云端发票500元的中奖机会 要增设多少呢 总共多了40万组的500元的奖项 那么现在就说了 尤其是在云端发票的部分 为什么要特别来推云端呢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资源 节省这个手续费 不过就有媒体报导说 这样子增设500元发票的这个奖项 是不是在浪费国库的钱 结果这个财政部就小编立刻上网 来po文澄清了 我们来看他写什么 他说今天有媒体报导 选前发票小确幸 开国库砸钱不手软 小编真的是一边傻眼 一边郑重澄清 因为云端发票增开奖项的这个经费来源 全都是节省下来的经费 并没有多花钱 那么来回馈给这些 爱索取发票的广大消费者 并没有增加国库的负担 那么到底是节省哪里的钱呢 小编也来解释了 他说原来是从今年开始 发票不只是可以人工作业来对讲 你还可以资讯化作业 也就是用app或者是用云端的方式 来节省这个手续费 所以每一年大概省下了1.4亿元的手续费 因此要把这个手续费 省下来之后回馈给民众 所以这个500块钱的 40万组的这个发票奖项 是从这个1.4亿元来的 那么他也说到了 节省的这个回馈应该是好事 不要讨厌我们 而且也说到如果说明年 还是手续有更多的话 很有可能还会再来增设奖项 咱们上就是最新的推播话题 再把时间换给燕友 好 谢谢伊井 今天的使用生活通 现在关心帮大家审核包 中油宣布今天开始 11月桶装瓦斯再度的动涨 天然气则调降量4.72% 中油目前已经吸收瓦斯的涨幅 相当于每桶72元 而天然气调降每户一个月省22块 另外下个礼拜 汽油每公升涨约0.1块 才有0.2元 再来看到今天11月2号 有几项新的制度上路 包括了低温特报 会增加颜色的灯号 另外还有国道启动天眼执法 未来国道警察局将会针对 中山高南下93.5公里 以及新竹南下出口的闸道处 启用高工局设置的天眼 高解析度的摄影机 针对违规插队横跨双百线的 可以处3000到6000元的罚环 最后再来看到 有民众到台南知名的 甕仔鸡餐厅吃生日餐 录中之后花了10分钟点餐 接着10分钟之后 6道菜依序的端出 没想到这时才被告知 只有25分钟用餐的时间 他说吃饭的心情都鬼了 而网友认为店家相当的夸张 再来看到国际的焦点 2020东京奥运 先前国际奥委会突然宣布 认为东京夏天太热 因此要把马拉松跟竞走比赛 改在北海道札幌市举行 引发了争议 不过现在已经排版定案 再看到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从筹设到空八交机 只花不到三年的时间 2016年被青兄弟发动骑袭 逐出长龙集团大门的他 这一回在一帮兄弟的骑心骑力之下 从无到有创建全新的航空公司 第一架飞机底台 离明年1月开航的目标 更迈进一步 霸气从机舱走下 张国伟的这一笑像是松了口气 为了这一刻 他拼了两年 美国波音公司宣布 他们737新世代飞机 机型上发现有结构性的裂缝 东森新闻YouTube直播 24小时新闻不断线 快来帮我们按赞哦 你知道吗 东森新闻YouTube直播 24小时新闻不断线哦 赶快来帮我们按赞 快点快点 东森新闻YouTube直播 24小时新闻不断线 赶快来帮我们按赞 按赞 按赞 圆满